有活潑有朝氣的大會操 展開竹山國小116週年的校慶運動會 院員蔡主也一早就來到學校 祝福大會圓滿順利 我們竹山國小116週年的校慶 我想這是我們竹山鎮 歷史最悠久的一所國小 所有的學生都非常的有活力 師生們大家也都像在辦喜事一樣 他們非常的特別 在今年的校慶也特別意賣這個毛巾 大家看到這個毛巾 是他們第一屆的才藝班的小朋友 所設計的 也希望我們所有的家長還有鄉親們 有機會來認購 鼓勵我們竹山國小所有的這些師生 今年不僅是學校116週年的校慶 同時也是學校的藝術才藝班 成立的第一年 為了展現這些小小比卡索的作品 家長會特別請藝術班全體小朋友 設計運動毛巾 更將學生們畫在竹山中山裡 彩繪牆的圖畫 以及他們參與今年全國美展的優秀作品 作為毛巾的外包裝 適逢116週年的校慶 然後呢我們也在今年竹山國小創立了全縣第一班的這個藝術班 為了鼓勵這些孩子我就把它做成了一個純錢筒 然後當作我們藝術班的一個他們第一年的創作 那在這個桶子上面呢 每一張畫都代表著他們班上二十幾位小朋友的用心 那我也希望說在這未來的一年呢 我們的藝術班他再聘請一些優秀的老師 還有我們藝文界的這些前輩都是需要這個家長的經費來支持 運動毛巾不僅是作為創校116週年的紀念 意賣所得也將為孩子們聘請更多人文藝術家前來授課 啟蒙一彩班小朋友們相關的天分 孩子們的作品都會在這個地方一起做成一個紀念 那另外我們也讓它設計成一個純錢筒 那這個美術班的這個作品 我們剛剛是運動毛巾 運動毛巾是用紅土 因為我們學校是紅土的跑道紅色 然後還看到孩子在賽跑享受運動健身的樂趣 那我們也希望社群民眾熱心關心孩子教育的家長們 踊躍地把孩子送到我們學校來讀美術藝術班 竹山國小為政內歷史最悠久 也是學生人數最多的小學 在116週年的運動會 不僅展現十足的活力 今年也史無前例地成立現在第一個藝術班 議長和順風處肯定竹山國小師生及家長會的用心 以期盼學校能持續逝信洋才 秉持多元化的辦學理念 迷選雄心儀 竹山採訪報導